身为地表最强生物 范马勇次郎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实力 他要求德川将剩下所有格斗家全部叫上来 就在刚刚 独步和天内的战斗正式打枪 裁判刚宣布比赛开始 原本站在场内的独步竟突然消失不见 天内四处观望寻找敌人 然而下一秒 独步如同鬼魅出现在了他身后 还好天内反应迅速 这才已掉几根头发的代价与对方拉开距离 武神独步果然名不虚传 天内表示自己很荣幸能与独步交手 说吧他便使出看家本脸 挑到空中朝独步发起进攻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独步用最简单的空手道便全部挡了下来 趁天内倒在地上还没反应过来时 独步快步上前发起了反击 在这猛烈的攻势下 天内只能抬手格挡护住要害 随后找准机会用场边的挡板借铃 飞起一脚踹向独步 但独步的速度比他更快 空中转体360度将天内直接踢翻在地 遭到如此重创 天内还想起身再战 可在他正要跳起来的时候 独步直接出脚打断了他 紧接着更是废掉了对方的右脚 见状天内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以踢迹阳弓从而跳到独步身上 双腿牢牢锁住了他的脖子 利用脚力直接将独步按在地上摩擦 紧接着天内转身做起 连续肘击打在独步的光头上 最后抓住对方的双腿准备将其折断 难道说武神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 天内想让独步主动认输 但倔强的独步怎么会向敌人低头 突然天内一声惨叫捂住了自己的脚 原来独步在这危机时刻拔掉了天内的指甲 成功脱身后独步转身看向德川 表示自己决定要违规使用武器了 因为运动空手道和舞蹈空手道完全不同 天内的扫堂腿被独步轻松接下 随后独步用出了太阳拳 这种拳法是利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肌肉去挤压对方 趁对方还没有恢复意识 他又用足尖踢向天内的腹部 独步脚尖就和刀子一样锋利 无论打到哪里都会受重伤 天内还想挥拳反击 结果下一秒独步又用风魔术把他的下巴打掉 虽然局面看似是一边倒 但场外的客刺和独步的夫人心中却没有那种会赢的感觉 独步利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给予了天内最后一击 这一拳下来天内的头骨瞬间就被震裂 七笑流血站在原地没了反应 但比赛还并未结束 天内冲向放松的独步 刚才的攻击好像对他并没有造成伤害 天内一跃而起踢向独步 在对方出拳迎击的时候 他立刻便招闪到了独步身后 又用裸脚将其牢牢控制 独步想向后踢腿摆脱困境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天内顺势抱住了独步的腿 然后猛然用力直接将他的左腿折断 现在天内已经能洞悉独步的所有攻击 再比下去也毫无意义 于是他又一次请求独步主动认输 可话还没等说完 独步就好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被折断的腿更是恢复如初 天内不想比赛继续进行下去 因为无论如何空手道都无法战胜自己 他跑到场边恳求德川盼的获胜 不必和古罗马竞技场一样打得你死我活 听到这话勇次郎直接笑出了声 独步正打算出手继续战斗 结果勇次郎抢在他前面一记手刀劈下 将天内把晕 然后抓着头发把这家伙扔了出去 这时任牙也走进了竞技场 他开口问了父亲一个问题 勇次郎表示自己只知道享受美味的料理 随后他转头看向德川 让老爷子把剩下的选手全部叫上场 自己将亲自交易 教他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格斗 听到这话 炮红叶立马就带着败者组的人上场了